传统职人精神将各个领域的工艺完整保留下来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就特别邀请了十位各个不同领域的设计师 还有工艺家举办职人台湾特展 工艺家油麻达露他花了三十年来传承泰雅族的织布文化 而打造神明茂式二十年的工艺家 他把传统工艺结合流行时尚走进了现代生活 从这些职人的工法中也看见台湾文创的厚实基础 而且一项工艺坚持数十年就是一份难得的艺术 整齐的纹路相在大红色的布衣上 这是泰雅族带安部落的新娘礼服 代表嘉惠的圆形图同绣在领口的两侧 泰雅族工艺家油麻达露花了三十年的岁月 搜集整理泰雅族各个部落的织布文化 并开办学校希望这些传统工艺能够流传下去 它其实就是靠口传 比如说我告诉你 那你就会记着 万一你不记得或是万一你离开了 那这个文化的内容就跟着人离开了 他说织布文化对泰雅族来说是最重要的技术 织布技术的功力决定他们在部落的地位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邀请五位资深工艺师 以及五位代表性的设计师举办职人台湾特展 呈现出他们的顶真精神 打造银帽已经二十年的工艺家苏建安 一开始本来是公务员 但为了挑战自我 并且传承传统工艺 开始为各个神明打造帽子 现在全台湾有八成的神明 都是戴着他们的作品 未来他还要把银帽工艺结合流行时尚 让大家看见传统工艺的无限可能 平面设计师林盘耸 每次出国都会画一张明信片寄回台湾 以台湾为主题创台湾家书系列 像是用竹子或者是房子图案拼成的台湾辱阔 至今已经累积两千多张的作品 你要去谈台湾的文创 如果没有这些顶真的这些职人的这些 不管他们的工艺也好 或者他们的巧思也好 台湾的文创到底何去何从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项度 职人坚持到底的精神 为台湾留下了坚实的文创基础